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任佳伦资讯 爱奇艺又推出了一部新的仙侠剧 任佳伦担任主演 女主角是认真的吧 因为要与公司解除合同 所以还需要拍摄两场内部戏 拍完后就正式结束合作关系 任佳伦想要离开公司并非易事 尽管她在公司并不是特别受欢迎 但要离职必须遵循合同约定 凤凰台的拍摄工作已经结束 但据说剧集数量仍然不足 因此接下来将要启动一部新的仙侠剧 该剧主要讲述了身负五不全诅咒 而降生的战斗英雄陆千桥 必须经历换皮换肉换血换骨换心的过程 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普通人 陆千桥在更换肉体时 为了保留一丝生机 与试图通过与死囚联姻来化解客夫灾难的修仙者 心眉地结了婚姻 两人命运相连 携手征战京城 重领骨 西域等地 哎呀 这个角色的设定真是挺吸引人的 不仅需要更换外表和躯体 还得替换血液骨骼和内心 那这样的情境应该如何表现呢 这听上去确实很吸引人 但在仙侠剧中 可能会利用一些特效来呈现 保护心灵的男主角 虽然也在拼凑自己的破碎 但是观看时 似乎没觉得有太多特别之处 人家伦的外貌确实很出众 拍摄武侠剧也没有太大障碍 但他如今已经迈入了35岁的关键时期 拍摄完这部剧到正式播放时 已经超过35岁了 如果再不寻求转型 真的就只能局限于古装剧了 而古装剧还能拍多少年呢 人家伦拥有一张可爱的脸庞 外貌十分出众 镜头前也展现出几分青涩的感觉 但无论是谁 都难以抵挡时间的流逝 人家伦尚未播出的剧集层出不穷 包括《无忧度》和《凤凰台》上 都是以古装剧为主 现在又新增了一部仙侠剧 感觉他的路人员已大幅度下降 老实说 人家伦的古装剧我还是很看好 而且他那三部未播的作品各剧风格 但如今仙侠剧已经相当普遍 通常播出后都缺乏心意 确实很难吸引观众的关注 而且这次网络上曝光的女主 热度实在是太少了 如果谈到搭档李兰迪或宋祖儿 这样的年轻女演员 其实他们的资源并没有大幅下降 毕竟两位的外貌出众 演技优秀 同时也具备一定的人气 然而即将合作的王赫润 人气确实比较低下 他也参演过一些电视剧 例如《知否》和《莲花楼》 在配角中的表现十分出色 演技扎实 角色塑造能力很强 但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 人气实在不够 不会加分 甚至还有可能影响进展 因此我在想 这个女主真的有那么认真吗 《家偶天成》 现在已经开设了 官方微博和抖音 传闻将在9月底开始拍摄 任嘉伦很长时间 没有有关禁组的消息 唯一流传的信息就是这部剧 看来大概率是真的 这部剧的导演是郭虎 他曾指导《莲花楼》和《周生如故》 在《周生如故》中 人嘉伦担任主角 尽管两位演员之间的配合相当默契 但仙侠剧的观赏性 主要还是取决于剧本 而人嘉伦与王赫润的搭档 却显得缺乏之间的火花 女主的气质确实存在 但并没有吸引粉丝的特质 而且她也不再年轻 似乎也没有什么 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如果剧本没有吸引力 那就毫无意义了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人家轮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